冰冰姐和Amy身體力行WTO 我老了 她嫁阿嬤 我嫁阿嬤 是啊 她今天 所以WTO我們早就今天了 她是養小鬼 可是你知道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那她這個人 你們兩個相同一樣 感覺上好像你養小鬼 你都有看到 沒有 沒有 最好 白冰冰的哪一功最弱呢 哪一功都很好 唯一不好是子功 還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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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 面相看運DIY 如何從面相看流年本味呢 簡單的來講 耳朵是14歲以前 小孩子看耳朵 然後呢 15歲到30歲呢 就是30歲以前看額頭 整個額頭這麼 這麼多歲啊 30歲以上 然後呢 蕭華老師將為你解答 你看金牛女素沛媽 我們來看一下 一顆心的 跟冰冰姐這個金牛女生 比較不合的是 來 好 老師將告訴你 金牛女和誰最素配 4月10號片財生肖 以及片財的星座有哪些呢 移祈福祭祀 其實在我想 既然是拜神 每天都適合 這個應該是 特別指宗教方面 做個 明天在財運方面的變化多頓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也許明天早上那個股市 漲跌的變化是很劇烈的喔 王老師 和唐老師將告訴你 4月10號是否可以求偏財喔 另外提醒您 仔細收看今天的節目 就有機會得到你專屬的 開運音樂CD喔 開創人生好風景 時來運轉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監禁團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專家 以及特別來賓 真心專家唐麗希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大家好 面相命理專家 黃悠福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這在我們這個歌壇呢 跟異界呢 也算是大姐大的人物喔 這次呢 再推出她的新專輯 我們歡迎她 白冰冰 耶 大家好 兩位老師好 今天來接受解剖 命理的解剖 不 當然首先 先跟我們的這位觀眾朋友 介紹妳的新專輯嘛 楊烈跟我合唱的是 愛你好不好 那高凌鋒跟我合唱的是 快樂森巴 不是森巴 快樂森巴 不是 我們去叫兩個小姐姐 說不錯啦 小姐姐 老爸送燒酒來買香 這樣 合唱的愛你好不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好 那當然呢 我們也知道的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 就是冰冰姐呢在這段過程當中 有一直在試著就是要這個 要死一個小孩 是啊 我剛才看到老師第一句話 老師啊 我要怎麼樣 我是故意死嗎 不過我們當然呢 這個今天的請冰冰姐 到節目當中來呢 因為我們也曉得呢 就是最近呢 這個冰冰姐呢 又多了一位這個追求者 L君 她說 現在報紙很高什麼 L君啊 W君啊 這樣子 反正不可能是李登輝啦 也不會是林陽港啦 不過我們會就是說 當然大家會好奇 因為加上就是說 可能冰冰姐今天在這個 演藝圈的地位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也許年紀 社會經驗 你的財富 就是說各方面 你會讓世上呢 想要追求你的人 其實會有一點害怕 卻步 卻步 當然 然後呢就是說 儼然就是一副這個 女強人的樣子 自己那麼的獨立 打理一切這樣 但是就是說 你在這個 答應對方的追求的時候 事實上其實這一段的 這個心理的這種過程 其實也會有掙扎 有猶豫對不對 就包括你在選擇的對象 其實都很謹慎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大概是 跟我自己的星座有關 我會選擇是比較實在的 比較牢靠的 因為我很怕王楓練之類的 像我們李方文 李羅 也兩年 三年就沒有了 王楓練這麼多久也會找 其實越激烈 事實上他們的那個 可能練習的時間 越短暫 我們有一句話說 熱鍋熱燥 快乾燥 不好 不好 比較久長 這樣就好了 不好 不壞 剛剛好就好了 我們真的是什麼時候 我們才能夠體會這種 對 天下的男人 愛君老實說 不愛君可以跟我們打招呼 真的不愛大家 不要來互相耽誤 我們又是在當女性代言人 尤其現在很多人 去大陸當台商 很多男人要去大陸做生理 這些女生就很不自信 在那裡煩惱都不是 不用不自信 讓她煩惱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整集 我們當然就是要 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 如果說真的你有一個 還不錯的對象 正在考慮或是交往當中 事實上到底要不要愛 付諸行動 其實你自己要多運用智慧 那這一集我們就要來看 什麼星座的人 他面對愛的時候 對不對 他敢不敢說出來 用什麼方法 對 他的行為 他的方法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一種做法 我們來看看 那當然我們要先請這個 唐老師 我們就這個冰冰姐 她的星座命盤來看 她剛才有說 她說她現在很實在 就是她到底是什麼星座的人 然後呢 按著她的這個星座命盤來看 就是 她會 就是說在感情的路上 她會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然後呢就是說 就是說未來 或者是說這一段 L君跟... 那你...L 那你就是B女囉 因為你是白B女 B女或B女都可以啦 我突然游游掛歌 未來... 我這個人最多只能玩兩P不能玩三P 自己也好 B或P 對... 對 我自己也好 別人也好 都不准玩三P 對 蠻實際的 也蠻專一的這樣 好 我們來看呢 就是說也許就是這段感情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我們請唐老師來分析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冰冰姐的星座命盤 那看之前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十二宮 第一宮呢就是命宮 也就是我們的上身星座 裡面如果有心 會相當程度的影響我們的一些外貌 或者是性格 第二宮就是財博宮 也是跟理財有關 第三宮呢是交友宮 交友啦 溝通啦 或者是交通方面的運勢 看這裡 第四宮是家庭宮 出生的背景 或者是你未來的田宅運如何 看這裡 第五宮呢是戀愛宮 看你的愛情 也看你的子女 或者是理財投資 第六宮呢是工作宮 也跟我們的身體健康有關係 第七宮是夫妻宮 未來你適不適合跟人家合夥 婚姻狀況如何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第八宮呢是神秘宮 跟性有關 跟做生意有關 也跟這個... 還有神秘學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第九宮 第九宮是千秘宮 也跟我們的高等教育 還有宗教等等有關係 會不會移民也要看這裡 第十宮呢就是事業宮 也是你外在的形象 還有呢 你是不是有得獎的院士 事業運如何 然後第十一宮呢是社團宮 也是可不可以從政啦 或者是適不適合 在螢光幕前露臉啦 你是不是也有個呼風喚雨的能力 看這裡 第十二宮呢是玄秘宮 它跟我們的前世今生有關係 那也跟我們的夢境 潛意識有關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冰冰姐 冰冰姐的星盤裡面呢 它的上升星座在摩羯座 太陽星座呢它是金牛座 它是個金牛座的 那我們來從這個冰冰姐的星盤來看 它的太陽金牛是位在第五宮 第五宮我們說過了 跟戀愛有關係 跟投資有關係 也跟子女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她會這麼執著 很希望再生一個小孩 冰冰姐的金星喔 跟Amy一樣是在牡羊座 也在第十宮 所以你們都是那種會衝動的 或者是有一段很... 很特殊的婚姻 我老了 她嫌老頭 我嫌老婆了 對啊 她會今天 所以WTO我們早就今天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金星在牡羊座 會帶給你這個冰冰姐什麼呢 就是她剛剛說的正義感 正義感 對啦 有我們的判斷 對 為什麼會跳出來打抱不平啦 或者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啦 或者是即使沒有錢 只要這個人是我欣賞的人 我就跳出去幫他幫腔 就是很不公立的 純粹只以一個自我的感覺啦 或興趣啦 然後就去做事情 那還有一點呢 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冰冰姐的上身既然在摩羯 那麼摩羯的守護心在哪裡 就很重要了 她的守護心呢是土心嘛 土心 是位在天蠍座 天蠍座事業工 所以從這裡看來呢 我認為冰冰姐 就算她對事業上沒有什麼企圖心或野心 但是她就是有事業運 有事業運 對 而且通常事業來的時候 對她來說是困擾 而不是說她很高興很樂意 她其實很想賭回她的家庭 可是卻不得不做她的事業 對 我是一個蠻家庭的人 對 然後事業是真的 從我最窮喔 白小燕還在強包裡面 很小的時候常常在缺奶粉前 然後今天要付房租了 死了 沒辦法 這剩一點點錢到底要付房租 還是要買奶粉還是要買尿布 在那邊傷腦筋的時候 那媽最人電話就來 冰冰 現在哪裡一丁 你要去做嗎 買了 買了 快來 她很自然的會來 然後我們再來看 冰冰姐的月亮星座是在雙魚 所以綜合這些來看呢 我覺得她是一個 雖然在外面會嗆聲 會 有時候會議政言辭 看起來好像很嚴厲 但是呢 話又說回來 她是可以 就是那種心很軟的 吃軟 不吃硬的 可是呢 如果你以為她心很軟 又不跟你計較 你就可以一直剝削她 那你又錯了 土星貼蝎的她呢 心裡自然有一個算盤或鑰匙 她很清楚誰呢 是在剝削她 誰呢 是在虐待她 誰又是真的對她好 一直到人無可忍的時候 就會一次爆發 所以呢 又會讓人家覺得說 其實這個火戰車也是不簡單的 硬邦邦的女人喔 所以我覺得冰冰姐身上 集合了很多特質 冰冰姐 你知道 妳L君是什麼星座嗎 她射手 她是射手座 其實在冰冰姐的星盤裡面 射手座會關係到她的 第十一公跟十二公喔 那我覺得這個人跟你之間的關係喔 比較像是朋友 會是很好的朋友 她會帶你見了很多的世面 然後還有一點呢 因為她如果是在 跟你的十二公很有關係 你會覺得對她 有似曾相似的感覺 會有那種 好像覺得相處起來 莫名其妙會有一點 很親切 很舒服的感覺 你又在開心 不是 沒有 可是你知道那種感覺 妳就想說 那她這個人 你們兩個相處一看 感覺上好像你養小鬼 你都有看到 沒有 沒有 這樣很好 不過我為什麼會去 因為現在年輕人 其實都很喜歡 相信這種 這種星座的問題 我知道妳並沒有養小鬼 我真的是開玩笑 我真的 我也告訴人家 是因為看第十一公 跟第十二公啊 好啦 好啦 我真的要告訴妳們 我哪一公都大概都還不錯 這樣聽起來 對 聽起來不錯 哪一公都很好 唯一不好是子宮 還不想這樣 真的有夠差耶 那就是說 有關你子宮這部分的問題 就是 待會兒黃老師這邊可以看嗎 對 黃老師哪看得到 他又不是婦產科醫生 你看 他的八字可以看 你的子女緣分 子西宮 有要有子宮耶 有要有子宮 他老師只看得到十二公 沒有看得到 有啦 你的子女公就是第五公對不對 對 那你的看法 那所以子宮就在這兒嗎 子女公... 就是看向也很有趣啊 有人說我都這麼快要問 還是要怎麼樣 他說 我當時再當有改變 他說可以... 你過年後就有轉機了 他說過年後 沒有也一樣 他說過年有去哪裡嗎 有去台廊 你去台廊沒有轉機嗎 這不是直飛有轉機 這不是直飛有轉機 我的天 看向也有多很有趣的地方 對啊 像陳松永啊 他說 我這次人都不能請人吃飯 請人吃飯我就會了解 我真的啊 我就是真的命理善有什麼事情 沒有啊 我今天請你吃牛肉麵八十塊 我八十塊就了解了 請人吃飯了解 你知道我也是很... 我突然就想到 我們就在那邊講笑話好了 突然間有一個 就是那個... 也是同一個歌手啊 他也是就是在看命啊 看一看... 然後當然就希望 就是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你的下半輩子嘛 對不對 然後呢當然知道 他現在有一個交往的對象 他就要問老師說 老師 那那個... 你幫我看一下 那這個人 他可以讓我的下半身舒服嗎 他... 真的... 真的... 我以前出過一本書 叫做《看蚌蚌的春天》 然後副標是白冰冰的前半身 結果有一個太太 冰冰 我那本世看了 我很感動的啦 你的上半身出完了 當時要出下半身 好 趕快 好 那我們要來請這個 請教黃老師 因為這個既然就是 事實上冰冰姐 她還是當然希望說 如果能夠再有子女的話 是最好 所以請這個黃老師呢 就這個冰冰姐的八字 來幫她看一看 她的這個子席 有這個嗎 明天4月10號星期三 我們來看一下 請天的行坐哪些呢 模樣座 模樣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說啊 這個財運啦 還有這個戀愛運啦 桃花運都非常的好 恭喜你 另外一個呢是處女座 處女座的朋友 明天行想事成喔 對你而言呢 你很可能會被推派出去代表 做一件什麼有意義的事 很爽喔 另外一個行坐是天秤座 天秤座的朋友 明天很適合好好地休息喔 而且是享受成果的時候 對你來說是相當悠閒的 這個黃老師呢 就這個冰冰姐的八字 來幫她看一看 她的這個子席 有這個嗎 我曾經在我的書上 對 我不是做廣告喔 沒有 說不記得 來來來來 老師我們剛剛看過 我剛剛有說嗎 我幾年前曾經出了一本書 專門描寫白小姐的 各方面現象 在這裡 在我們人像學裡面 就是有分為金木水火土 但是一般人一定是負 中和型 例如說它可能是土煎水 水煎木之類的 對 但是白小姐很難得 它是真正的水行人 水行人 什麼水行人呢 大概我們可以自己看你的朋友 周遭有沒有像這樣 它整個臉就是感覺上 是圓的感覺 對啊 整個臉圓圓 眼睛圓圓 鼻子圓圓 水水水水啊 水行人 它的幾個特色就是說 像水一樣嘛 所以它人際關係很好 像水一樣很爽郎很大方 那麼人一人之間不會這樣鬱 什麼事情這樣說 很耍心機鬱 就是給你覺得很寬大 像這樣的個性 就是所謂的水 然後呢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注意看它的眼睛大是大 眼睛大表示爽郎 帥子講什麼就講什麼 但是它呢 剛剛提過 它為什麼會有那種個性 像Amy一樣 想什麼就講什麼 那還是因為牽涉到它的 額頭跟顴骨的關係 他管一下 額頭跟顴骨 像這種額頭跟顴骨 我們講工作上它非常的賣力 很認真 但是比較不好聽的話 就是可能對婚姻不太... 比較不利婚姻 因為額頭高顴骨 沒關係 老師你直講 你真的直講 好 那另外的注意看一下 其實你們三位都一樣 眼睛的我... 而且我就老實直講 我實在講說我真的不在意 老師但是他很在意 你不要把它講進來 不會...我也不在意 你們三位的眼睛的尾巴 热热热往上 這婚姻都會不幸福 不... 本來有點狹到心腸 像狹意心那種感覺 羅賓恩那種 狹意 講到什麼就講什麼 另外白小姐還有身上一個特色 我們一般在人像學講的就是說 你看注意喔 對不起我因為觀察很久了 你看我的身上是嗎 手比較短 腳比較短 武短身材 對 武短 那麼武短在我們名人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鄧小平 他這種就是韌性非常的強 失敗 不容易被打倒 不會 不容易打倒 他這種就是跌倒了會再爬起來 我們想一想鄧小平就知道 這種個性就是他會再繼續 所以說全力以赴 屢敗屢戰 那麼就是這樣子 我再來回到 我們剛剛主持人講的這件事 對 就關於小孩子的事情 是 他真的是屢敗屢戰 會繼續奮痛 會繼續努力 會再努力 那麼再講人像學 繼續回到人像學講 我們人像學裡面的子息宮 是指眼睛下面這地方叫子息宮 然後真正有子宮 就是人宗 人宗就是我們的子宮 就是女人的子宮 那我們就是一天大的子宮 給人家看喔 如果我 就這個意思 我講比較輔導級的話 人宗如果很長 很清楚 他的子宮的發育 或者生孩子的機能非常的好 那人宗比較平 比較短 或者甚至有天在這邊有線破壞 他的人宗懷孕就比較困難 我剛剛又提到就是說八字 在我們看子息來講的話 男人是用官煞 女人是用食傷 食傷啊 就是食神跟三官就在這邊出現了 也就是說一照白小姐八字 她的子息應該如果照算 人家說古壽算 你小孩只有幾個呢 我算是兩個 可是呢 她全部被合走了 由這邊合 這邊合 就是說取得有點會有點波折 或者說這個相處會有發生困難 發生問題 因為她這個三官被這邊合走 這邊這個食神被這邊合走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如果說第一位是白小燕算的話 第二位我擔心也是不是那麼順利 她的子女呢 我從八字看是 事實上我想大概這個客觀的來講 也知道不一定是命理的看法 今年明年如果再沒有的話 實在是就放棄了 那就畢業了 那當然希望冰冰姐可以就是參考 兩位這個老師的建議 當然還是以身體健康最重要 現在如果愛情順利的話 對不對 就是說小孩子的事情 也許將來甚至可以領養 到時候再說嘛 但是我們要知道呢 就是說當然我們小的一段感情呢 這個談起來 事實上是滿甜蜜的 可是呢 有的時候呢 當你遇到你非常合適的對象 你真的礙於很多很多的這個 背後的這個原因啊 問題啊 其實呢 你有一點這個仇住不前 那我們來看看呢 你會一直站在原地觀望愛情 到底是為什麼 好 我們來看我們的愛情 觀望的這個時機 我們來看我們的開運調查局 第一點 剛結束一段戀情 所以你還在療傷的階段 當然呢 對你這個愛情呢 可能你就會有一點猶豫不決 沒有辦法那麼的果斷 即使你知道你在愛了 也沒有辦法再往前踏一步 第二點呢 你很可能是想為未來努力打拼 有升學或是升遷的機會的時候呢 當然你不希望因為愛情呢 阻礙了你的這個不管什麼 還是求學啊 事業上面的這個努力 第三點 如果對方的態度還是不夠明確 玩心還太重 你像什麼王鋒練啊 什麼練 不管說他的年紀怎麼樣 也許他真的就是還不定性 另外呢 第四點 彼此的價值觀或是未來的規劃呢 產生很大的差異的時候呢 也會這樣子 好比說你在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就發現 我就這樣花錢 他就這樣花錢 我的生活習慣是這樣 我對我的未來的規劃 我計畫要怎樣怎樣 事實上跟他的人生計畫 是有抵觸的 最後呢 就是呢 家庭的狀況出現了巨大的轉變的時候 好比說可能突然間破產啊 或是你自己突然間有一個什麼樣子的 家人突然間有一個什麼樣的 重大的這個事故的時候 其實也會影響的 影響到你對這段感情的一個決定嘛 對不對 那冰冰姐 你覺得就是說 當然包括你在內 或是說你看現代人 他們真的是對於這個愛情 在那邊猶豫不決 多半是比較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要看哪一個年齡層啊 真的喔 我就是看哪一個年齡 如果是那種很年輕的 不就會發生在第一段 因為那個常常會有這樣子嘛 因為年代多所以很容易 對 他常常可以隨時可以有機會 所以一二是很年輕的人 那我想三四比較有可能是 像我們這種年齡比較會碰到的 如果碰到的對象 五比較中和啦 就不一定什麼樣的年紀 都有可能碰到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請唐老師來為大家分析 就是呢 當愛情走到了這個 徬徨的十字路口的時候啊 不同的星座的人呢 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 我們用地水火風來做一個分類的話 你的太陽或你的金星 因為愛情跟金星有關喔 在土象星座 比如說像冰冰姐是金牛座 或者是這個處女座 或者是摩羯座的朋友 像這些人呢 他們就會很務實 他們一警覺到呢 這是個有問題的愛情 或者是這段愛情呢 有問題需要解決 那麼他們就會很務實地去解決它 所以他們就會傾向問專家啦 或者是呢 用合理的方法去解決 譬如說買書來看啦 書上都是怎麼說 遇到這種狀況 問卷調查一下啦 大部分的人都怎麼去解決它 這樣子之後呢 它的反應又是如何 所以他們是傾向合理化的方式 那如果你的太陽金星 我們說在水象星座的話 巨蟹啦 天蠍啦 雙魚啦 那麼你們就可能 遇到這種彷徨的時候 就開始逃避了 所謂的逃避呢 就是應該不會吧 即使他看到問題 應該不會吧 也許他其實沒有那麼糟等等 就開始自己騙自己 那我們來看一下 火象星座的話呢 如果你的太陽金星在牡羊座啦 獅子座啦 射手座 像冰冰姐啦 像這個Amy 你們的金星呢 都是在牡羊座 這個牡羊座我們剛剛講 帶給你們正義感嘛 那你們遇到這個感情 有彷徨狀況的時候呢 你們的態度呢 就是我跟你賭賭看 反正呢 在一起 不是分就是合 我就是其中的一樣而已 了不起就是這樣 我相信我一定衝得過 所以火象星座的太陽金星呢 都有某種程度的自信 你們有一種賭徒性格 然後呢 也有可能是那一種 真的遇到的問題很嚴重 比如說真的滿丟臉的 這個感情談下來 好像是太... 人家都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麼離譜等等 那麼這些火象星座 也會躲起來自我療傷 等到他把自己處理好了 感情狀況也都穩定了 他再出面 那我們來看風向 風向呢 太陽金星在雙子啦 或天平啦 或水平啦 那你們這些人呢 一遇到有問題的狀況 第一個 沒有第二句話 當然是把朋友叫過來 你們覺得怎麼樣啊 所以他們有 他們就會試試各種方法 比如說那我們試試看 就最近不要見面算了 所以他們也有很多鬼點子 去處理這個問題 冰來降到雪來土焰行 好 那麼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為大家進行一個新的單元 那就是我們的面相開運DIY喔 明天4月10號星期三 我們來看一下 情緒動員的新桌哪些呢 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明天滿適合開會簽約或談論 這個跟金錢有關的事情喔 當然可以的話呢 也要增加自己的實力跟知識喔 另外一個呢是天虛座 天虛座的朋友 明天適合按兵不動喔 先觀察再說 相信透過這樣的一個沉澱呢 你會有更多的想法 另外新座是上一座 上一座明天呢 其實滿適合 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喔 而且呢 說出來以後 你會發現之前 跟腦袋裡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更棒喔 我們來看一下 明天的新桌哪些呢 雙子座 雙子座從惡運裡面爬出來了喔 明天頭腦非常清楚 有什麼事情就交給明天來辦吧 另外一個新桌呢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朋友呢 明天可能要學會喔 就是有一些關你負擔的責任呢 要趕快撇清喔 否則的話呢 會有後遺症的 這段呢 我們要為大家進行一個新的單元 那就是我們的面相開運DIY喔 觀眾朋友 你可以自己檢視你自己的面相 然後呢 你知道 大概知道自己的這個面相呢 你的命運如何 那當然呢 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可以掌握你的人生 可以達到趨吉避凶 那真正做到這個面相 能夠開運DIY這樣子 好 請黃老師來為大家這個 介紹一下好不好 那今天有人算是入門啦 對 入門 好多客夫啦 什麼 對 他有一個附近的 對 真的 那個字旁邊吸得很嚇人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黃老師呢 就面相來教我們大家 就是從面相來看我們的這個流年本位 怎麼看喔 我們人的臉上可以看出你的年紀 要走什麼運 走什麼運 到底運氣好不好 簡單的來講耳朵是14歲以前 小孩子看耳朵 然後呢 15歲到30歲呢 就30歲以前看額頭 整個額頭這麼多歲啊 然後呢 30歲 就是31到50 通常就講不到中年嘛 就是看眉毛 眼睛 鼻子到 這個準頭這一段的地方 就是中年 所以到鼻子的尖頭這邊是 差不多是48 49 50了 48 左邊還49啊 右邊還50 然後呢51呢 就是人中開始了 往下就是老年 這就是剛好 你可以直接看 這樣子啊 你的年紀 我們以虛歲來講 例如說31歲是走到眉毛 這個走眉的頭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你長得很好 代表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31歲那年的運氣很好 第二 眉毛它是代表兄弟 代表感情 也代表你這一生中的朋友 兄弟啦 感情方面很不錯 如果說這個位置不好 例如說這個等一下斷眉啦 或這個眉毛 發生特別的問題的話 首先代表你31歲不好 也代表你這一生中 關於眉毛所說的感情 兄弟朋友方面不好 就任何一件事 代表兩個 像我這個啊 那個被那個康明車有沒有 弄一個在那裡 那不知道是在那之前 如果這樣看是20對不對 不知道你在20之前 還是20之後發生的 我是6歲的時候 那就算了 那你就在20前後那一段時間 就會不好 不好 就是說6歲那年出的車會 會影響到我20歲 就是說你剛好撞到的是這裡 他剛好運勢走到這裡 就走到這裡 然後你這邊有沙 就會當然就不好 那第二又代表 額頭這裡所代表的事情 額頭這邊你所代表的事情 第一個 你可能就不能做官了啦 我不能做官了 然後就因為小時候 被我康明車撞到 我們再來講 就是這個地方 他所代表的意思叫官入宮 所以就是這樣 會破壞掉 也許你去做 舉個例子 你真的給你做個部長 或者做個司長 你可能就坐不住了 你可能會發生差錯 這很有意思 而且我現在發現 我現在走到我的右眼屎 我現在再拉開 我走到我的右眼屎 大家看我現在走 眼頭啦 右眼頭 我剛剛就看 我走到這裡 那走到這裡 可是這裡我們怎麼看說好或不好 那現在就是你黑白分明 眼神夠不夠力量 比如說以Amy來講 你的眼睛運不錯 因為你的眼睛運 就是在30多到40這一段時間 你眼睛很亮麗 表示你的那個 當然一方面是身體的五臟六腑很好 讓你的眼神能夠亮出來 而且是這個30幾的尾巴的時候 是走到眼睛這邊 是 那冰冰姐現在就是在這一代 我在鼻子 對不對 所以這位是應該大賺錢 反正在鼻子 真的在賺錢 你的片子是在看 我不會看最好的人 也知道你賺錢 一方面它就是這一段年紀不錯 一方面 這個要代表一個人賺錢 那是代表一生中 錢財聚集 處理 安排 這方面的能力不錯 你走到哪裡 不能講 不能夠 不能講 幹嘛不能講 我已經說你40幾歲 你四神五路了 換講 走到眼珠 我聽說我35一下 四神五路就三次回 35以上 四神五路就四次回 走到眼珠 你走到眼珠子 左眼珠還右眼珠 那個湯老師的眼珠子運很好 你注意看 他眼珠子非常傳神 還會勾人 那他眼珠子好 他為什麼會感情受挫 我現在主要是指一般的運勢 不是講夫妻 你整體運就好了 就是錢財運 事業運 如果感情運本來就不好的話 那失戀也許就是好事 OK 那當然呢 就請觀眾朋友呢 自己把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面向的流年表呢 寄下來 那你自己也可以在家裡面呢 自己這個研究 看一看 然後呢 對於你的這個一個人生呢 做一個有效的計劃 我們這張拿起來就好 對啊 對啊 我今年走到哪裡 就實在在簽名牌 OK 請問冰冰姐 就是在你這個 過往的這個戀情當中 你有沒有就是說 特別去注意 好比說你 你跟哪一個星座的男生 他好像說 他在戀愛的時候很合 有沒有 都沒有合 那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呢 這個冰冰姐是金牛座 那我們就來幫大家這個 配一下對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剛好也是這個 金牛座的女生 或者是呢 這個觀眾朋友 你的另外一半呢 是金牛座的女生 你來看看喔 金牛座的女生呢 跟其他的這個 十二個星座的男生的 素配指數 到底如何 我們請她老師 對 最好 對啦 金牛女生 VS十二星座的男生 這個素配指數呢 有分五顆星 四顆星 三顆星 兩顆星 一顆星 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最不配的啦 只有怎麼配嘛 只是說 當你只有一顆星的時候 配得比較辛苦一點 大家心裡要有這個 要有準備 要準備 然後要多用一點心 多拗一下自己 改變一下對方等等 我們來看一下 一顆星的 跟冰冰姐這個金牛女生 比較不合的是 獅子座的男生 還有水瓶座的男生 這個獅子座的男孩子呢 比較大男人主義 有時候呢 他要的就是真正的小女人 金牛座雖然願意當小女人 可是 金牛座的小女人 是在他的計算之內 他覺得說 我是很誠意在付出 限度以內 限度以內 他如果真的太獅子 我就老虎啦 對 沒錯 那水瓶座的人呢 他們很喜歡變來變去 或者他們呢 其實也是很喜歡限制對方 我覺得金牛座呢 他們 因為他們 我剛剛講過的金牛座 容許有限度的 合理的一些束縛 我會做好我份內的事情 所以對於水瓶座 管的時候 嚴的時候很嚴 然後鬆的時候呢 自己都不知去向 這一點呢 他們是很感冒的 水瓶是天瓶啊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來看兩顆星喔 兩顆星那就是 天瓶座 跟冰冰姐的L君 三瓶座 兩粒粒粒 不怪廁手座 廁手座 好 天瓶座的人呢 男生跟你之間 當朋友很不錯 當男朋友的話 你會覺得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而且呢 務實的你 喜歡一步一腳印 那天瓶座呢 好像太容易 把自己分給他的朋友 而不是只為這個家而努力 那射手座呢 他跟你是太不一樣的兩個人 你太穩定了 而他又太流浪了 所以你們之間 要能夠學會欣賞彼子 因為你們是改變不了彼子的 能夠學會欣賞 就有可能有希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三顆星的 三顆星的是 牡羊座 還有 雙子座 牡羊座 雙子座這兩個星座 跟你之間呢 你們之間是可以培養出 滿不錯的情誼 像牡羊座的男孩子 他的事業心很強 然後你會覺得說 很好 因為他給你看到光明的未來 你會很甘願地 做他背後的女人 和推手 只不過呢 對務實的你來說 牡羊座有可能 他做事欠考慮的部分 可能在一開始你們也會起衝突 因為他可能花錢如流水 那你管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很受不了 那至於雙子座呢 他們是比較喜歡說話 比較喜歡說叫 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們說多做少 那這一點呢 彼此協調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四顆星 是巨蟹 雙魚座 還有跟你一樣的 金牛座 巨蟹座的男人他很顧家 然後也很愛賺錢 然後也很樂意就是說 就常回家來吃你做的晚飯 午飯等等 所以對金牛座的女生來說 他夢想中嫌妻良母的理想 就可以在巨蟹座男生身上實現了 那雙魚座的男生呢 非常的Romantic 所以內心的渴望呢 可以在這個雙魚座的男孩子的 溫柔當中實現 他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那至於跟金牛座的男生 兩個人在一起攜手呢 我覺得他們在共同處理一些 生活上細節的時候 會非常的合 在講到生活情趣方面 我們是覺得有一點要注意了 因為兩個人 硬邦邦的 對 都是屬於靜態型的 那我們看最合的五顆星 處女座的 處女座 摩羯座的 摩羯座的 還有天蠍座 這個星座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 當你一個合理的指令下來 處女座是很願意犧牲奉獻的 對金牛座來說呢 他會覺得這是人生當中 刻苦耐勞的好伴侶 不要講什麼情緒不情緒 但是肯定呢 兩個人之間溝通是比較沒有障礙的 因為配合度都很高 那至於摩羯座呢 摩羯座和金牛座兩個人 都會覺得對方是可敬的對手 因為彼此呢 你有你的專長 我也有我的能力 而且都不會踩到對方的地盤 彼此都相當的尊重對方 所以兩個人在一起 是互敬互愛的一對 那至於天蠍座呢 他跟這個金牛座之間呢 他們是對沖的星座 我以前有提過 這兩個人如果結婚的話 一定可以成為標準的搶錢夫妻 而且還能夠讓自己努力的 晉升上流社會 所以這一對在一起 前途不可限量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呢 明天 禮拜三 又是哪三個生肖 以及哪三個星座的觀眾朋友 你們的偏財運是最旺的 明天4月10號星期三 我們來看一下 一天的星座哪些呢 小手座 小手座朋友 明天是不適合去跟人家爭辯的時候 因為對你而言呢 你的立場並不是很清楚 所以說千萬不要躺渾水 另外一新座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注意一下荷包 可能呢你會有額外的開銷 或者是有這個止不住 要把錢一直花出去 或者是你其實看錯價錢的煩惱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打雷閃電的星座哪些呢 巨蟹座 巨蟹座的朋友 注意一下明天是相當沒有效率的一天 這不能怪你 可能是周邊的事情所影響 千萬不要太悶 另外一新座呢是獅子座 獅子座也同樣延續今天的運勢 可能對你來說 明天還是麻煩多多的一天 要自己小心喔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看呢 明天禮拜三 又是哪三個生肖 以及哪三個星座的這個觀眾朋友 你們的偏財運是最旺的 我們請這個黃老師來先告訴我們 明天是 那麼在通書上面寫著 以祈福祭祀 其實在我想啊 既然是拜神 每天都適合了 這個應該是特別指宗教方面 做個大的尖叫 拜拜之類的 那最好的三個生肖 第三名 第三名是老鼠 那麼老鼠呢 是跟這個 當然男女約會也可以啦 這好的時間 或者要買樂透的 就在這個時間去買 也應該也可以 買這個號碼這樣子 這個號碼 我們也不是說一定固定一定 四或者六 十四二四也可以 十四十六 二四二六或者四的倍數 通常可以把四跟六加起來變一零 當然都可以 這個本來就是一種很靈活的 好 我們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牛 牛呢剛好是霧 霧生日霧的貴人 那麼它的幸運數字是五跟十 顏色是土黃色 時間是四十 四十就是上午的九點到十一點 好 看第一名最好的生肖 虎 是 老虎 老虎呢對明天霧生日來講 它又是長生 又是一麻 所以它是最好的 數字是三跟七 顏色是天藍色 時間是五十 也就是中午的十一點到下午一點之間 是最好的時間 好 觀眾朋友仔細看了 數老虎的 數牛的跟數老鼠的 你們運氣稍微好一些 那我們再來看看 在星座方面又是哪三個星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明天四月十號星期三 這個月亮進入了雙語座 然後形成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尖角呢 代表明天在財運方面的變化多端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也許明天早上那個股市 掌跌的變化是很劇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三名的星座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第三名是巨蟹座 巨蟹座有可能有意外之才 那我們已經提醒過很多次了 所謂的意外之才 就不是求來的 所以千萬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我們就是順順的 該得到的時候 自然就是你的 數字是一跟七 大家可以參考黃老師的說法 不是只有這兩個數字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的星座 射手座 射手座是不宜死守 既然變化多端 那麼你也要在變化當中 趕快找一個機會 讓自己有更好的發展性 那你的數字是0跟4 然後數字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名的星座 天蠍座 天蠍座明天財星高照 所以雖然變化多端 但是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在金錢方面 你明天有簽約 或者是跟人家商談的可能性 應該都可以為你爭取到很大的福利 那數字是6跟8 三個獎 好 OK 那麼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來為大家進行的是 我們的居家風水開運DIY 那今天要請黃老師 來跟大家分析的就是 我們知道一個家裡面的裝潢 事實上除了木工 什麼工匠的裝潢之外 其實你的家具 甚至於家具的這個材質 也佔了非常重要的這個部分 對不對 它對我們的風水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今天想特別強調就是 我們家裡的所有的家具 例如說床 桌子 櫥子 櫃子 用木頭的第一優先 木頭對我們最好 為什麼 燒起來比較快 對啊 黑黑解除咒語 因為它相對的就是指 指什麼不好 就是指那個金屬的 金屬的相當不好 木頭為什麼好 你剛剛還沒講 我就倒過來 為什麼其他不好 好 那個金屬的就是說銅的鐵的 因為它裡面它會有那種 輻射或者說那種 我們的腦波會受到影響 燒起來更不好 鐵的燙死你我跟妳講 對 就它的那個物質很不好 所以銅的鐵的這個材質 那腦波對我們講的 水場變不好 第二 它非常冰冷 你想晚上睡覺 一摸是冰冰的 鐵的床 或者石頭的東西 石頭的桌子都是非常的冰冷 石頭的桌子 有 石頭的桌子椅子 對 就是說因為你的感覺 石頭的感覺也比較陰一點 對 陰冷 都感覺陰陰的 對 所以我們所有的材質裡面 因為木頭最好 但我說的木頭 我們不是說要求說 一定要Hinoki 一定要幼木 什麼是Hinoki 就是幼木 不是 Hinoki是山 山 對 台灣山嗎 你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是 因為你們講日文 我們講日文 而且他們兩個 而且他們兩個一副就 你們應該Hinoki 應該要跳嗎 不過我跟你講 Hinoki Hinoki已經算日語 台灣日語了 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們為什麼 你們都不講山 你們都講Hinoki 為什麼都講Tamado Tamado 大家都知道是番茄 是我們的外來語 對 Hinoki是我們台灣 最有名的台灣山 好啦 問題是太貴了 因為比較貴的話 最好的要求是說 不一定要很高貴的木材 不一定是那麼高 好香喔 那種光是那個香味 真的啊 山木的味道也像 比如說你到那種 很高級的溫泉飯店去的話 它就是用這樣 像日本有一家 我忘了叫什麼 全國最高級的溫泉飯店 它那個洗澡的澡堂 一進去都是那個Hinoki的味道 就很香 我現在知道 觀眾朋友 我們學比較快 然後有個女生走過來 Hinoki都香 莫名其妙 那個妳的莫名其妙 自然 對 你就是聞起來像山木 是怎樣 好啦 另外再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形狀 盡量都是用長方形的 長方形 例如說我們的櫥子 或者櫃子 或者床 不要正方形 正方形還可以 例如桌子可能可以 不要圓形 就是我是指床 或者櫥子 或者你的窗戶 盡量不要圓形 我們要長期的 我想這是長期的統計 祖先幾千年來 住在我們的房子裡面 發現圓形的 會讓你的思想 會發生困擾 或者頭腦不清 所以我們的窗戶 一定是方形 你睡覺也會找不到頭 因為她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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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她的臉 現在是摩托 這麼有 那種特殊的 正常的話 就是盡量 也不要不規則型的 什麼三角形的 長方形或是方形的 對 我們今天的節目 進行到今天 我們也非常謝謝冰冰姐 謝謝 希望冰冰姐跟L君的這個 戀情順利 非常的順利 人個性可以越拉越近 對 唱片大賣 我的唱片大賣 是 這個唱片的名字也好 可以跟愛人講 愛妳好不好 好喔 就是愛妳好婆婆 好 謝謝冰冰姐 謝謝 謝謝黃老師 謝謝她老師 謝謝關門的收看喔 冰冰姐 拜拜